至于你说现在买楼 现在不是投资楼宇的好时候 这个就是资金不流入房地产市场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继续是威威和施老板的出现 施老板欢迎你 大家好 虽然我在大陆 不过经常留意香港的新闻 我看到很多YouTube都说移民 香港最近移民情况 我都好像挺热闷的 对楼价是否有一定的影响 我想今集你说一下 麻烦 移民当然是对楼市有影响 楼市是由供求决定的 就是在正常情况下 你就看香港 每年有多少人结婚 组织新家庭 他们生不生孩子 人多了 需要的地方多了 如果移民 那些人走的 那他们住一些房子 可能不用住了 就会要卖出来 他移民也可能需要用钱的 去到那边要生活的 所以他就要卖楼 会令到那个供应增加的 如果说上一次的移民潮冲击最大的时候 就是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很多香港人都没有心理准备 中国一定收回香港的 有些人还幻想就可以用主权换治权 就是形式上就应该把主权还回中国 中国就是委托英国继续管香港 那管治就继续英国 主权就属于中国 但是邓小平不肯 带出议在人民大会堂那些楼梯那里 差点跌下来 那变成了香港有一堆对共产党 有担心 有恐惧 甚至仇恨的人 那他一听到这个消息 他就离开香港 那时候是1982年1983年 那段时间 香港真的很多人卖楼移民 我那时候已经在做地产了 那次楼价也跌得很厉害 由1981年的高峰跌到1984年 差不多是跌了四成 有些是跌了一半的 那所以移民有没有影响呢 当然有影响 那这一次也有很多人移民 这一次移民的 就是年轻那代多 就是他们就由社会运动的时候开始 已经是以为自己有一肯月情 就可以社会 这个现实世界都会朝着他的方向去发展 那结果他们发现现实世界 不是他说如何如何 我在这里也说过很多次 香港的前程 其实现在主导香港前程 是中国 不是再是美国 英国 那些 但他们就 就是站在美国 英国那边的立场 帮助美国和北京对着干 那变成他们就 无法愿怨得尚 那时候我在这里说五项诉求 不容易被他缺一不可 其中一样都可能都拿不到 那他们当然很失望 那很失望 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如理想 而在香港出现的东西 正正是他不想出现的东西 那他们都要求外国去制裁香港的 那如果制裁到香港又很惨 当然制裁到他以为中国会让步 那但实际上中国不让步 反而就对触犯国安法的人 开始采取相对严格的要求 那变成他们一个就单身以前做了的事情 可能触犯法例 让别人秋后算账 那所以就要离开了 所以这段时间 我自己接触年轻人里面 政治上不满的 要走的人呢 是相当多的 就是打算走 考虑走 考虑走 研究走 的人是相当多的 那 但是 这一刻呢 就不算走得很多的 即使走呢 都未曾因而令到楼价下跌的 一个呢 就是八十年代初 要走的人呢 是香港的相对富裕的阶层 年长的一辈 他们有一定的财富 积累 手头的楼呢 是不止一间的 那时候放盘呢 是整个抽锁匙 很大抽拿出来 这间又放 那间又放 那间又放 现在呢 放盘那些都是在住的 他未走得 他都不 那么快答应 别人什么时候交给的 那这一刻 最多人走 走去哪呢 就是用BNO 走去英国嘛 那但是英国疫情这么厉害 这一刻就不是很多人 真的在这个时候过去的 过去他们想过好生活而已 没理由过去去染病 没有风险的嘛 那所以就走的人 不是多得这么厉害 有人放盘 为将来打算 但是你看楼价就知道 如果卖出的人多 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消化 那那些盘就 放来放去都放不出 就会减价的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 一种就是减少少就去到 有些站硬一点的 站着站着又被他脱落 那那些人 即使对香港没有前途 他走的时候 都能够买贵一点 那些都还是想买贵一点的嘛 那现在就不是说真的 打到来要投奔路海这么严重的嘛 那所以实际上呢 我看到的情况呢 就不是那么严重 那即使之前常说啊 东涌啊 不单止有政治问题 还有航空公司倒下 很多机师啊 空姐啊 以前住在东涌的近机场 现在都要放盘 东涌楼价 有报纸灯说跌 很多都有 但是实际上 我们自己接触呢 拉云是没有怎么跌的 中原城市指数 都还是在高位徘徊的 所以那个 以市场的反应来说呢 暂时离开香港移民的人 不是没有 而是呢 不足够 堆倒的市 就是市场上有足够的承接力 使得他们 有机会套现 也都不需要留格跌 很多才做到 实际上 去年香港的二手市场呢 那个成交 是多过前几年的 差不多有三四年 都没去到这个水平的 所以有交易 有价钱 就不是推出来 没人要 所以我看不到移民是有实际 推倒楼价的作用 另一方面 我相信迟些还会变 有一些人真的去移民 他就会知道了 去到外国 才发觉 香港原来 都有 就是社会的保障相对好 相对安全 自由度也都不是差 也都不用受人歧视 所以我相信去到外国 有些人都会回来 未去到外国 可能会改变主义 所以就暂时 需要忧虑移民问题 不过其实我看到 譬如之前新闻也有报导 赵国雄 他也沽自己的楼 然后 其实我有看到 有分析一下 譬如黄振宇 我想大家都知道 楼市专家 他也预计 可能今次的移民潮 比上一次 刚才你说的 八九十年代 为什么 因为上一次是没有特别 其他国家优惠香港人 现在英国是优惠 一月底开始申请是五加一 说不定有其他的国家 都可能仿效英国 来针对中国 其实会更加多 就是国家是优惠吸引香港人 所以我听到一些人说 可能以前是最高峰是百万 分分钟这一次 这一波是九万人移民 九万人嫌你算一半 不是每个沽楼 那你一万多二万个沽楼 那也很难倒是吗 那现在我刚才说一年 二手有四万多个 一手也有万多个 平均 就是交投量有六七万个 那他九万人不是一次过走的 还有外国是否这么欢迎香港人呢 我自己看到最近西方排华的情绪是高了的 就是你在香港自己不当自己是中国人 去到外国人就当正你是中国人了 如果他的排华情绪严重 他都对你有特别的眼光 有些人甚至会给你特别的待遇 那些是令你不高兴的待遇 那你去到你就未必一定留得这么久的 你现在去移民的人是很多时候是 我认为他是不知道外边的情况 没有尝试过 只是一些政治理念 所以我那时候说 政府应该鼓励他们去移民 帮助他们 每月给五千元 让他们在外国生活 生活过去才决定选不移 那我认为 我自己也有些朋友也很黄的 他们年纪大些 政治上也很黄 但是一说到移民 他们就未必立即会走 他还是想在生活在香港 我说你不是公开地和中共对着干 你即使反共也暂时不会把你趕走 除非你说中美由冷战变热战 那你就麻烦一点 你变成敌对国家 你投靠敌国 你就可以惹来很大麻烦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下 我相信即使很黄的那些都未必走 卖了一层楼先就不出奇 必要是容易走些 但是是否立即走呢 我相信分批走而已 好的 但是现在事实上那些楼价有回调 那你觉得如果 回调很少 很少 你觉得 城市指数都只能够叫高位徘徊 去年整个月跌1% 2%左右 没有跌到的 明白 但是过去一直都涨的 对吗 即现在肯定是会员这个事实 是租金会员整个投资市场里面 楼不是最受欢迎 在外国楼价也是涨的 在香港就是楼日楼的资金是相对其他市场 比如股市 现在说股市以前几百亿 一天成交 过千亿都说多了 最近升到三千亿 那所以其实资金是正在进来 只不过不是进去楼市 那意思 纯粹以资产价格来说 它升得比人慢 明白 我的问题是 明白 可不可以趁会员 因为以前每年都是10% 10%这样升 反而今年来说 在什么时间 未买楼的人 或者上车的人 可以买楼呢 是不是good timing呢 现在大部分有能力买的人 他不是政治上 非要跟香港切割不可的 是个个都买着 个个都出来看着 所以基本上他们 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人 是想在香港置热的 至于你说现在买楼炒 又不能炒 炒又不能炒的 三年内买就要给额外印花税 你买日来就要给了 起码是双倍印花税 你卖出的时候 能不能保护你的印花税 都成问题 所以现在不是投资楼宇的好时候 即使你没有什么点升 你去买一下 去买一下 你就没得钱赚的 因为去买来住就有用 去买来炒是没得益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资金不流入房地产市场 就是政府有很多招都制住投资者 你来投资物业 就是没得益 反而会被人打屁股的 明白所以你的建议如果有钱 不如买股好过买楼 2021年都是这样的建议 对不对 你如果买来投资就是 你知道我以前在这里做 也有说我投资的比重 一向都是物业最多 我今年是股票最多 今年是股票最多 你没有听到吗 我都说过了 是四成是股票 没有啊 你没有在我的节目说 没有在这个节目说 你没有问而已 我公开也说过 写过 所以我今年一开始 我就说应该落重注在股票 OK 4321再说一次 四是股票 三是楼 现在我2.5是楼 二是黄金 一是债券 5%现金而已 OK 那时候你说是加重了人民币的投资 那是什么意思 加重人民币的投资 包括用人民币计价的股票 哦 或者是中国的股票 哦 哦 我是在中国 明白 好 谢谢老板 谢谢 OK